12月29日 郭晶晶一家在瑞士滑雪被偶遇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 郭晶晶身穿灰色羽绒服 下身配蓝色牛仔裤 手持滑雪板 走路时神情专注 旁边的是他的女儿 穿着粉色羽绒服 头发散落 跟着妈妈的步伐 十分可爱 仔细一看 郭晶晶当天没有化妆 脸色有些黄 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 他还扎了双麻花便 换了一个新的发型 看起来很有活力 不过 这样的打扮 也让很多网友认不出他 直到有人提醒说 双麻花便蓝色裤子的 那个就是郭晶晶 网友透露 是在平安夜的时候 在滑雪场 遇到郭晶晶一家的 当时郭晶晶和霍启刚 带着两个孩子 一起玩滑雪 还有霍震婷陪同 当天霍启刚穿着 灰色羽绒服 下身是黄色滑雪裤 除了自己的滑雪板 还帮两个孩子拿着 十分贴心 女儿则跟在他身后排队 看上去很低调 郭晶晶和霍启刚 虽然工作忙 但仍然会抽时间 陪孩子学习生活 带他们去看世界 最后 也祝郭晶晶一家 永远幸福吧